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内容了 古人是怎么看星空的 他说啊 这个 前面是讲说 古时候的人认为说 天上的星星所呈现出来的图案 那么那个就要告诉我们 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么后来 人们就利用 telescope望远镜 to look at the sky 之后 人们利用望远镜 利用望远镜来干嘛 这个是to 表目的的片语 去做什么事的意思 人们利用望远镜 来去看这个 天空 星空 the telescope help them to learn much 那这个望远镜就帮助他们很大了 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帮助他们 很大的帮助在哪一方面呢 在后面 帮助他们做什么事情 to learn much 有了望远镜之后 这望远镜就帮助了古时候的人们能够learn much 学到很多 什么很多 有关于 新兴的知识 古时候的人学到了很多 好 好下去 好下去 the learn的 他们终于 得知了 说 the stars 信心 did not bring good luck or bad luck 信心 并不会带来好运 或者是厄运 所以有人就很反对 算命 这个我们中国人也有讲 命中有时 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所以你的命中 如果没有 那个财富 你就不要去追求吧 那就认命吧 好好 过自己的生活就对了 好 这个现在的人慢慢都已经了解 哦 原来很多事情啊 可能就是天一样 天已经注定了 这样子 当然 这有些宿命论 不过还是要努力了 好 至于说 结果怎样 那就听天由命吧 努力 还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最后呢 but knowing about stars help the world in many other ways 那虽然 古时人终于了解 天上的星星不会告诉他们好运 好的运跟不好的运 但是呢 能够了解 星星 总是 用很多其他的方式 来帮助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星空 了解了 这件事情 了解了 那么这个事情 就可以在很多其他的方面 来帮助这个世界 好 哪一方面帮助这个世界 第三段 结论段 就会出现了 好吧 这个一开始就是ing 这叫动名词当主词 我们来看下面 动名词当主词 其后接单数动词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说 知道什么 知道星星 知道一定是know about 那know是动词 动词是不能当主词的 如果是动词 摆在主词的位置 一定要给他加上ing 这个就变成动名词 来当主词 第一个观念 但第二个观念 动名词当主词 他所呈现出内容 他的单负数 是单数 他讲一件事情 所以知道星星 你看星星很多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星星 我们讲了解星星了 终于知道星星了 这件事情 这是单数 所以一定要小心 动名词做主词 其后接单数动词 我们看 例子 making good friends 结交好的朋友 你看朋友是复述 你交一定朋友 好朋友很多 一定是复述 但是我们现在不讲朋友 我们是来讲 交到好朋友 这件事情而言 单数 is a happy matter 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这样了解了吗 好吧 这个就是 这个古人看星空第二段的内容 老师就讲到这个地方 是什么 我先去听到这个地方 是什么 是什么 我先去听到这个地方 我先去听到这个地方